今天我们长沙的志工受基金会的委托 来到长沙县一家政府指定的口罩生产厂家 准备采购一地符合国际标准的口罩 来援助到现在国外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在长沙的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们获得了很多从国外来的口罩的这样的帮忙 现在呢我们希望我们有能力了 我们也可以去输送这样的爱给这么多需要的地方 口罩生产现场是无峻空间 厂商了解这是慈祭要捐赠的物资而特许参观 来自慈祭慈祭基金会的 来自我们公司的这种爱 我会到时候会在公司多多宣传 非常感恩 你们这种里面其实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其实你们的爱心 其实如果放在我们企业文化里面 太棒了 我们也是一家 因为我们是在疫情中成长的一家企业 双方签订采购合约后第六天 厂商交建第一批六万零一百二十个医疗用N95口罩 目前大部分是国外的捐赠单 那你们现在的产能一天能生产多少 六到七万个 六到十万个 慈祭志工与大学生一起前往贴慈祭标签 在大一 你们还没开学 你们还没有开学 就要到约瑟就能开始开学 因为我们紧接从长沙 用顺粉会运到广州 广州那边有那个包机 在运到 从两下去的一体口罩 现在我们来做那个口罩 从七十米的装住 跌落下来的试验 总计一百六十七箱 每箱三百六十个口罩 运送过程不能破损 送上货运车之前 做最后抽查 合格证数量正确 完成第一阶段任务 来 新闻真上美之工 唐靖云 方单 长平 湖南报导 现在 我们下周深的试验 我们下周深的试验